前方籃下開車的男子進行酒測 結果酒精減脂器 紅光大閃 酒精濃度數值高達1.5 遠高於標準值0.15 男子聲稱沒喝酒 說話應對也都正常 遠景只好請他用水漱口 之後重測 結果測了還是亮紅燈 反覆數了三次 最終數值終於是零 只是男子沒喝酒 卻被測出酒架很困惑 一問才發現是漱口水惹得過 我很請他去測到 平常那邊再重新給他漱口的時候 結果他就把這個口腔的酒精濃度代謝掉 漱口水真的會導致酒測值超標嗎 記者用同款漱口水實測 使用前酒測值為0 接著喝一口漱口水 網感支氣輕輕易吹 機器立刻閃紅燈 數字顯示150 相當於酒測值1.5 超出標準10倍 犯到評審一看 這款漱口水含有95%的酒精成分 另外同樣是口腔殺菌的瘋膠 也曾發生過酒測超標 往嘴裡噴 接著像感知器呼氣 雖然沒有超標 但是也無差 因為他這個酒精會發酵 會有微酒精的反應 不只風膠跟漱口水 食物也會因發酵 導致酒測超標 像是荔枝連池3顆 酒精濃度直標0.253 補燙醬木鴨 也因含有米酒 只要喝過量 就容易酒測超標 警方說測酒測時 民眾可以提出漱口 或者是等15分鐘之後 再要求檢測 都可以保障自己權益 避免受罰或吃上官司 華視新聞列選 國際電視